没想到名人居然打算复活灰烈 就在班准备发动时尾救应之际 天罩的黑炎突然从他的身上燃起 班转身看向了远处发动天罩的用 他决定让又作为他成为时尾人助力前的助兴节目 班用神罗天真驱散了身上的黑炎 又深知自己并不是班的对手 所以他主要的任务就是帮名人和左助拖延时间 他燃起红色须左向班那里抛出了一发八尺穷勾玉 受到挑衅的班冷哼了一声 之后同样燃起须左单手就接下了勾玉 并将只抛环给了右 右剑撞举起八尺镜格挡了旋转回来的勾玉 并大步向前将手中葫芦画作长剑捅杀而上 班稍稍吃惊 这个与之波的后背居然同时拥有着两剑神器 纵使他在强大 也不敢冒险正面迎接石拳剑的攻击 他在后撤的同时结印发动了火盾灰尘引之术 大量灰烬让周边的可见度变成了灵 又不断挥舞着石拳剑 班所释放的灰烬不断被吞噬到了葫芦中 稍微缓过近来的带土同样用眼睛吸收着浓烟 他期待着见到班被石拳剑封印的那一刻 但灰烬彻底散去 班残破的须左显露 号称绝对防御的须左竟被石拳剑轻易削取一大截 他不吝地称赞右的天赋要在带土之上 如果能让右完全发育 那将成为值得一战的对手 只可惜没那个机会了 班说着的同时用木龙缠绕住了右的须左 他继续不屑地说道 久闻不如一剑 传说中的八尺镜的防御确实很强 但可惜只能抵御前面的部分 背后便是你的弱点 班的须左骨拳突然轰击在了红色须左的背后 又被硬生生从须左之中击飞了出去 红色武士铠甲轰然崩碎 助兴节目就到此为止吧 班大笑两声发动了六道石尾就印 石尾哀嚎一声 体内诞生出了犀利极强的起点 将整个身形逐渐凝成了肉球 前所未有的威压从这肉球中传出 正在憨战中的名人瞥眼看了那边 他并不感到意外 自从班出乎意外地被轮回天生复活之后 他就知道班一定会成为石尾人助力 所以他便打算顺水推舟 如果班能以这个状态成为自己的战友 那对付接下来的大统木将再添一大战力 而如果班到最后还是执迷不误 那他和左助将联手打败班并复活灰叶 经历了千年之久 名人也不敢确定吃过果实的灰叶是否还记得自己 所以他对复活灰叶一直摇摆不定 因为搞不好会召来一个棘手的敌人 但现实并不会像名人计划的那么顺利 毕竟那个男人的名字叫做与之波班 名人是一左助在班吸收完成前仙干掉眼前的普世 他凝聚一颗磁盾螺旋丸助力在原地 左助当即会议 将六道之力融入到千鸟之中并冲向了名人 在二人交错的一瞬 普世的身形突然被替换到了中间 螺旋丸和千鸟准确无误地轰击在了他的身上 他尝试使用回溯能力却无法逃离 但大统木的生命力堪比小强 这样的攻击显然无法彻底击败对方 名人分出一个分身配合左助暂时禁锢住了普世 他的真身则是来到了大蛇丸的身边 是时候让那几位仙人登场助阵了 他抚摸着肚子来到了九尾的封印处 并向水门和九星奈解释 接下来的局势将变得相当混乱 他需要老爸老妈的力量来帮助他 水门和九星奈文言激动不已 他们早就想在名人面前展示身为父母的风采 知道水门和九星奈马上要离开了 九尾神情略显落寞 这时时尾的肉球咔咔碎裂 时尾仁助力般赫然登场